好的 韩生指数昨天因为就是南韩跟北韩的冲突 还有就是憧憬内地会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 或者是加息的一个因素 所以呢 一天是集错了大概600点 也失守了就是50天线 23,200点的水平 还有就是一个23,000点的重要关口 其实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韩生指数已经重返23,000点的水平 不过呢 因为最近比较多一些负面的消息影响 尤其是本港就是打压房地产 相信短期内那个成交量还有楼价应该会受到压力 也会导致韩生指数会一个下跌的因素 我相信其实在短期内 韩生指数应该会比较反复的波动 尤其是中资的银行股 还有就是本港的地产股 应该会成为拧跌的一个就是板块 我觉得现在留意那个牛松的分布图的话 牛正应该会集中在22,800点的水平 所以啊 韩生指数也有机会下市这一个位置 然后才可以步出后市怎么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